当诗人爱卿写下了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寒泪水 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厚 精华这个地方 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无数大雁和窝的保姆一样 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恩思念和相仇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要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而承载了许多乡愁的精华古村落 似乎正静静地等待远方的游子 回家看看 市委书记徐家爱 在全国两会上建议 要争取世界古村落保护大会 永久绘制落户精华 市长继军民提出 要向世界讲好精华故事 打造一带一路 文化丝绸之路 中国就故意说 永恒自永返来 不也乐 我首先想感谢敌军民市长 这个项目正是给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 来增进各国人之间的互相了解 刹那间 人群沸腾起 有鼓声 欢呼声 春菩的孙女 敲起腰鼓 鼓起门灯 用他们最大的热情 关于着学祖的道路 腰蓬自远方来 不意乐不多 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语 此刻在精华的古村落 得到最生动的演绎 也令学子们惊叹 自己就如同明星一般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人群中 最兴奋的莫过于住家 他们是精华独创的 家家模式的首批经营者 这些普通村民的房子 既可以是酒店 是餐馆 也可以是小卖部 而海外学子 正是家家模式的首批体验者 当住家将他们领进家门的那一刻起 在这二十一天精华故事之旅中 他们将同吃同住 成为一家人 也拥有了一段 这辈子难以割舍的情感 饺子 是中国古老传统面食 也是海外学子们 来到精华古村落后 品尝到的第一道美食 随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饺子 摆上餐桌 学子们与住家的心 与精华的心 也是越拉越近 精华故事体验之旅 从学子们亲手做的第一道美食中 开始了 精华全市有195个古村落 能推出去做旅游的 有118个 其中 很多保存较完整的 原明清古建筑 是我们很多人 儿时活动的地方 所缘 四平 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长弄蜿蜒 千墨纵横 木雕砖刻 一步换景 砖瓦洞梁 一彩分成 京华古村落 向学子们展示着京华百宫之相的雕梁画动 声动诠释着中国传统建筑之美 清晨 万牧茶园 在露水的滋润下 逐渐焕发生机 迎接着海外学子的到来 京华 自古盛产茶叶 摄花 茶花 也是文明全国 在采茶人的引领下 学子们走进茶园 采茶 炒茶 泡茶 品茶 体验着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金华山 文明在外 新的一天 海外学子来到云雾窑道的皇大仙祖宫 在云烟雨雾中 感受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双龙洞 体验了一把千尺横梁压水滴 青州仰卧 仍回西的神秘与震撼 要了解中国 中国人 农耕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京华谷村落 海外学子体验着打道 离地 哇哦 这些农耕文化中经典的部分 并将它们发往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交平台 传统农耕文化是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 也是乡愁的重要载体 不管你身在何处 不论你是否已经离开农村 当你看见这些传统的经典的农耕文化 就会想起家乡 大家好 我叫姚丽 我是来自赞比亚 赞比亚在非洲南部那边 我在中国参加过一个古村落 在索元 姚丽这个名字 是她刚到京华时取的 她与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 崇拜冲进NBA的姚明 还有唱着我们的歌的王力宏 这也是她最擅长的歌曲 而在索元的这段经历 让她更加爱上了京华 甚至不愿离开 在这里 她很自然地成了索元的明星 也是大家伙的开心果 姚丽很喜欢村里的孩子们 活动第三天 她在村里开了一堂 大哥哥快乐英语课 希望能帮助这些 生活在古村里的孩子 提高英语水平 她不放过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通过一些平常的生活中的事 教孩子们学英语 买菜 洗衣服 摘黄瓜 尽管每天活动安排得很紧凑 但她仍然坚持 每天为孩子们上课 渐渐地 来大哥哥快乐英语课上课的孩子 越来越多 他们亲切地称呼姚丽为 巧克力哥哥 因为每回他们学得好 都会得到这个大哥哥 奖励的巧克力 而孩子们 也把自己最心爱的糖果和玩具 作为礼物 送给她 姚丽说 她希望让更多中国人 外国人 了解到他们在金华的这段经历 在这里 她很放松 很快乐 她看到了田野上的金华 安静 朴实 她甚至 用了她的第一个中国家庭 我在索阳的时候 也拍过照片 关于索阳的生活 然后我也觉得 我找到一个女朋友以后 也会带她过来这里 给我奶奶老太太看看她 因为我觉得 我在跟他们过生活 18个国家 79名海外学生 金华古村落的魅力 和金华人的热情淳朴 他们相聚在所缘和四平 相聚是缘 到来有请 向往着金华故事的学子们 带来了五大洲礼物 满满的礼物 满满的感动 有代表中非友谊的体育馆模型 有展现淳朴的传统农具 乐器 有浪漫迷人的玫瑰 有代表着团结和平的丝巾 还有文艺十足的诗歌 所缘村五本堂和四平村立本堂 汇聚了各具特色的礼物 小小的金华古村成了世界舞台 二十一天时间 海外学子带着真心和期待而来 当时光飞逝 在依依不舍时 他们也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作品 留在了精华 古村地图 骑行地图 公共网站 脸书公共页面 家家菜单 旅游手册 旅游纸展 在二十一天的时间里 靴子们分成五个组 每晚一个半小时的沙龙时间 小伙伴们讨论激烈 创意与敏感不断涌现 他们用心记录 精华魅力 在两季活动结束后 海外学子均被授予精华民间友好使者的称号 他们将精华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 让精华的朋友变天下 在闭幕式演出上 海外学子 也用他们饱含深情的演出 向精华古村落里的家人 向这段难忘的精华故事体验之旅 诉说着依依不舍 海外名校过来之后 到现在为止 真的地方上涨了 那个人气名气跟财气都上来了 再说跟我们这个小店来说 现在来说跟以前是没得比 我们以前的话 一天做个几十盒也差不多 海外名校过来之后 做的都是起码 起码买天到是两三千块钱的收入 二十多天吧 一月四五万了吧 现在真的我们地方上是 人气名气财气全部上去了 这次海外学子来四平古村 我们做书饼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是用土的方法做的 一天五六百个游都够忙了 夫妻两个 以后游客越来越多 生意越来越好 就通过海外学子走进四平古村乐这个活动以后 像我地里的生意就好了很多 平前几年生意就多了好几倍吧 应该是 第一间就是有意大利的一个 然后类似南非 然后美国德国 五个国家五个国家的住在我们家里 然后三个女孩子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类似一个南非的三个女孩子现在都是我的女儿了 南非这个是她性格比较开朗 然后她就是很爱表达 她每次都说 妈妈我爱你 我想你了 经常后 她在发微信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 我想你的美食 她是吃货 这个是白俄罗斯的 Aleana 这一位是美国的 这一位是英国的 Lily 这一位是绿式的 这一位是加拿大的 我有三四天 就是能发高烧不舒服 他们说 阿姨那我们烧给你吃 就是看你不舒服 他们就是也很体贴 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 拥抱 哭泣 挥手 二十一天很漫长 漫长到用一生一世来记忆 二十一天很短暂 短暂到刚刚相聚 又到该说声珍重的时候 二十一天前 来到金华时 只一身行囊 离别时 却收获满满 增多的 除了行李 还有阿姨亲手缝制 装着古村土壤的平安符 更多的是记忆 当海外名校学子 踏上回国之途 学子 住家 志愿者 工作人员 相拥落泪 依依不舍 所谓的妇女母子异常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 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感谢观看